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大家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9月1号这一期啊,咱们继续来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也有什么变化 截止的8月31号啊,根据乌克兰方面报道啊 乌军已经控制了库尔斯克地区卡米舍夫卡定居点 此前啊,根据俄方消息人士报道称啊 该定居点附近已经发生战斗 如果这个情况属实的话 那么说明乌军啊,已经从这个东部啊 抵达这个苏甲至利格夫的公路 这个恐怕将这个叫伯格列布基、马里耶夫卡、奥尔洛夫卡、斯拉托亚、索罗奇纳和新索罗奇纳 就是这个区域里面的俄罗斯军队啊,面临被乌军包围的风险 在这个塞姆河附近啊,俄军继续努力的在架福桥啊 乌军在这个叫格鲁什科夫这个地区啊 摧毁了俄军的第六座福桥 这次俄军的这个周桥部队啊,就更长了 就是他刚开到地方,连那个周桥还没展开,就被乌军给人摧毁 也就是俄军的这个周桥部队以及后勤部队 有十几辆这个车辆啊,遭到了乌军的精确打击啊 全军覆没被团灭 另一据这个媒体报道啊,说乌军四啊,就是有可能啊,已经抵达 库尔斯克核电站五公里的地方,乌军的限度部队啊,已经在向核电站渗透 这个参加库尔斯克战役的这个乌军的116旅啊 他们说啊,说库尔斯克的俄军甚至没有防弹衣 也就是说这个到达库尔斯克战场的俄军啊,都是仓促来的 后勤补给保障都跟不上 说俄罗斯人将所有资源带到了波克罗夫斯克前线 也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顿列斯克啊 那叫什么红军村其中优势兵力在那儿进攻 所以在库尔斯克只有一些没有任何补给和防弹衣的流浪汉 这也证明俄罗斯人已经耗尽了主备 说因此我们建议波克罗夫斯克前线的所有部队坚守阵地 做好钩子的工作,很快活鸡们就会变得更容易了 也就是说啊,116旅在这个库尔斯克就够了 这个俄军在库尔斯克拉胯的表现啊 这个还有很多经典的案例啊 这里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可以说是匪夷所思啊,就是你都想不到 首先第一个,这俄罗斯的第76空降师234团的副团长 居然在库尔斯克空降,实施空降啊 在库尔斯克的叫克格卢什科沃区 紧急部署在这个地区 二营的指挥官叫米哈伊洛夫·优里 亚历山大·罗维奇少校空降的时候啊,阵亡 同一营指挥官受重伤 说乌克兰的无人机充满整个天空 所有抽量都缺少电子战设备,情况困难 那这个76空降师的这个指挥官 他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这名少校军官啊,呼号叫叽叽巴巴 他死亡的原因是跳伞的时候没有带降落伞 你说这不叫搞笑吗 这个喝了多少早酒啊 从飞机上就往下跳啊 这个俄罗斯人果然是硬汉啊 硬着陆嘛 总之他跳下来之后 这个乌克兰人不是就找到他尸体 发现没有降落伞 摔死的 哎,当然了 你可以说这有可能是个事故 或者准备不足 有点仓促那下面这个故事啊,那就更有意思,就更邪乎啊 在库尔斯克俄第六集团军第25旅的旅长,叫安德烈 优里耶维奇,居然被乌军活捉,旅长被活捉啊 这个有可能啊,是特别军事行动以来 乌军深情的啊,就活捉的,军衔最高的,或者级别最高的俄军 但是这个啊,团的非常多,具体的啊,恐怕后面还有更详细的信息啊,出来 说这个库尔斯克守军中的第六集团军,第25旅的旅长,名字叫安德烈优里维奇啊 他是87年出生的人,才37岁 他是俄罗斯叫科米共和国 这个优里维奇啊,据说非常幽默 就乌克兰人把他抓住之后啊,不相信他是个旅长 然后这个他说啊,你啊,不要怀疑啊,我真的是旅长 他说我知道你们不相信,我能做到这个职位啊,当然和我的家族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呢,他说我并没有杀死过你们任何一个乌克兰人 那可不嘛,他在库尔斯克当旅长,他也没有到这个武东前线 所以他说啊,请你们啊,不要伤害我,我的家人呢,会配合你们 他说我相信啊,我很重要,那言下之意就是这个优里维奇啊 他恐怕家庭背景还比较深厚,后台很硬 也就是你把他抓住之后,你可以交换更多的俘虏,对吧,你可以要求俄军 这个乌克兰人介绍啊,说这个优里维奇啊,身份的确不简单 他虽然啊,是个旅长,但很显然他是个挂名的旅长 也就是说他不参与真正的作战指挥 你看啊,这个库尔斯克不是好多少爷兵吗 就是俄罗斯那些权贵家族啊,有钱有势的 但是又必须要服兵役的 比如说这个莫斯科地区啊,圣彼得堡地区啊 这些家庭的这个孩子,服兵役 然后把他们就送到库尔斯克这个地区 你说前线吧,他确实是前线 但又比较安全 这样,以后这个履历啊,不就完整了吗 以后在军中升迁不就快了吗 那么这个尤里耶维奇啊,他就是这个情况 说俄军知道他没有能力 把他派到库尔斯克当第六集团军 第25旅的旅长 实际上就是当一个跳板 一个过渡是来渡经的 以后他可以名正言顺的进入俄罗斯国防部 哪知道啊,这么巧 被乌军给俘虏了 命运啊,从此发生改变 那大家就问呢 这个作为25旅旅长 他是怎么会被这个乌军给活捉呢 这就非常荒唐可笑了 这个据这个尤里耶维奇说啊 他说在这个乌军发动进攻的当天啊 他们的指挥部 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这个预案 让他们转移到这个新的防线阻击啊 然后这个维奇啊 他作为旅长啊 带着他的警卫 和一些这个旅的指挥部的中层官员 就是按照既定的路线撤退啊 结果在路上遭到了无人机的攻击 这个无人机啊 疯狂的攻击之下啊 他们一心人啊 除了这个尤里耶维奇啊 一个人幸存下来 其他人全被炸死 而这个无人机是哪一方的呢 说出来 大家都不敢相信 袭击这个二十五旅的无人机 居然是俄军的无人机 然后这个尤里耶维奇啊 他一看是自己的无人机啊 袭击他们 所以他赶紧啊 想办法联系这个无人机指挥部队 要求他们停止攻击 但是他们啊 根本就不听 因为乌军发起的攻击啊 比较突然 完了之后又进行了这个电磁干扰 所以当时的管理是一片混乱 根本联系不让 无人机和无人机操作员 所以这个尤里耶维奇啊 他们一心人 就成为了俄军无人机的这个受害者 那这个尤里耶维奇啊 他一个人活着 他就被迫啊 找到附近的一个什么山洞 躲避这无人机的追击啊 结果啊 一群乌克兰士兵啊 也在这个山洞里面 躲避俄军无人机的攻击 巧了 这不就是自投罗网吗 然后这乌克兰的士兵很兴奋啊 逮了一条大鱼 看他的军衔呢 级别不低 你说这叫什么事 37岁就当二十五旅旅长 这个绝对是年轻有为啊 绝对是快车道 结果啊 就这么不巧 那据这个尤里耶维奇所说啊 如果情况属实的话 那么你说俄军输掉这场战争 那也是天津地义啊 管理这么混乱 这是库尔茨克发现的情况 那么在这个比尔格雷德 这个乌军啊 用火箭弹轰炸 比尔格雷德是 比尔格雷德州 州长称啊 乌军使用多广火箭炮 对比尔格雷德州进行打击 多座房屋和多辆汽车被摧毁 交通路线被封锁 46人受伤 5人死亡 为此啊 俄罗斯外交部啊 发表声明说啊 我方再次呼吁 所有负责人的政府 和相关国际机构 强烈谴责这起残暴的恐怖袭击 并公开于基辅政权 及其犯下此类罪行的西方策划人 划清界限 而外交部指出 对比尔格雷德市和比尔格雷德地区的炮击 是事先计划好的 是对平民的恐吓行为 这个俄罗斯的外交部可以说是不要脸 怎么好意思说这样的话 难道这个前几天俄罗斯大肆轰炸乌克兰 没有经过事先计划吗 这是随意的 临时起义 就要轰炸 你炸乌克兰全境 加特老师说了 炸死几十个人 小意思 怎么乌克兰的火箭炮 炸伤几个俄罗斯人就这么大呼小叫的呢 就变成大事了呢 对吧 你隔几天就轰炸一次乌克兰 人家轰炸你一次就不行 他希望啊 国际社会 所有的国际机构 还有国家组织 都要谴责乌克兰 事实上呢 没有一个国家去谴责 更多的国家认为是打得好 活该 咎由自去 这个网上又有传言啊 这还是传言 没有得到这个验证啊 说卡特罗夫的得力助手 阿赫马特营为官 叫阿劳蒂诺夫 在库尔斯克被乌军处决 但是这个现在还没有得到证实啊 也就是前不久啊 凤凰网的卢语光啊 在这个苏甲市啊 现场采访的那个阿劳蒂诺夫 我说那个阿劳蒂诺夫啊 他是伊拉克的这个宣传部部长 萨哈夫的传人啊 结果这么不巧啊 在库尔斯克被击毙 具体的还看这个乌方 或者是俄罗斯方面的这个详细报道 这个乌克兰的一架F-16啊 坠毁之后啊 现在叫各置一词 有说是被爱国者导弹击落的 有说是飞机的原因坠毁 有的说是乌克兰的飞行员误操作坠毁 但是不管什么原因啊 得有人负责 8月30号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宣布 免除乌武装部队空军司令 奥列修克的职务 他并未明确撤换的原因 但称要保护好战士 那空军司令被免职啊 那肯定跟这F-16啊 坠毁有关 那么这个恐怕就 既不是机械故障 也不是飞行员误操作 很有可能是乌克兰的防空系统 就是爱国者 摧毁了F-16 也就是防空部队和空军协调出问题了 你看 那你就得有人负责 空军的司令 对吧 你的担责 我想啊 那免除奥列修克的职务 那就意味着啊 恐怕是爱国者导弹击落的F-16 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 这个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 在布拉格举行的会议上 说啊 丹麦在俄罗斯全面入侵 开始初期 就打算把F-16转移给乌克兰 这个丹麦首相啊 他说啊 早就想把F-16转给乌克兰了 然后他呀 对西方飞机向乌克兰交付的时间过晚 表示遗憾 这个弗雷德里克森说啊 我很抱歉F-16交付拖延了这么久 就我个人而言 从战争一开始 我就准备把它交给乌克兰 然而 管由这一切决定的正确性 人们争论了很长时间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丹麦首相说啊 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刚开始 我就准备把F-16捐给乌克兰 这个不是假话 这个绝对不是客套话 这个丹麦啊 好像是把已经 把它的所有的火炮 所有的火炮给这个乌克兰了 然后好像把它的所有的防空系统 也捐给乌克兰 我有印象啊 就是这个丹麦的女首相 所以你说他把这个所有的F-16 专给乌克兰 我觉得他完全干得出来 但是由西方讨论 对吧 这个拜登啊 担心这个战争升级 所以这个F-16啊 一直不批准 所以拖了两年多 才到乌克兰战场 那现在也只有六架 击落一架还有五架 到年底恐怕只有二十架 这个速度还是很慢的 同时啊 这个丹麦首相也说啊 允许乌克兰在俄罗斯境内 使用F-16战斗机 法新社柏林8月31日报道 说北约秘书长 斯扎尔特佩格 在接受德国世界报采访时 提及乌克兰的自卫权称 他赞同乌克兰在俄罗斯 库尔斯克地区发动进攻 报道称 他解释说 根据国际法俄罗斯士兵坦克和军事基地是合法目标 斯扎尔特佩格表示 乌克兰的自卫权并不止于边界 他说 乌克兰八月份的反攻 出乎所有人意料 北约没有计划参与 也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不过 北约将继续支持乌克兰 向其提供武器装备 这对挫败俄罗斯的行动至关重要 报道还称 斯扎尔特佩格对德国明确承诺 继续作为欧洲最大世界第二的乌克兰军事捐助国 表示欢迎 德国总理舒尔斯保证称 基辅将继续获得其军队所需的军事装备 也就是德国援助乌克兰的决心是不变的毫不动摇 最近这个乌克兰的国防部长乌美罗夫带着这个 泽伦斯基的顾问在美国活动 跟美国的国防部长叫奥斯汀会面 对吧 给他带了一份报告 就是要求美国容许乌军使用美其方的武器 打击这个200多个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 这个美国人到底同意还是不同意呢 这是个悬念 显然到现在还没有做出决定 但是俄罗斯人慌了 已经开始放话威胁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说 美国的冲突升级路线越来越具有挑衅性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对卫星通讯社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领导的政府显然拟向 泽伦斯基做出新的让步 以放开他的手脚 允许他使用几乎任何类型的美制武器 包括用于打击俄罗斯的腹地 扎哈罗瓦说 从这一切中可以得出极其严肃的结论 他说 乌克兰获得了在俄罗斯各地开展行动的空白支票 此外 拜登政府显然拟向泽伦斯基做出新的让步 美国的冲突升级路线越来越具有挑衅性 美国统治集团似乎已经丢掉了产存的健康思维 认为他们可以做任何事情 你看看 可以说 俄罗斯人现在心里极度的紧张 恐慌 一旦拜登同意了 那俄罗斯又遭受灭顶之灾 所以他才这么紧张威胁 这个世界报说 俄罗斯的死亡经济可能让战争再持续5-6年 该报分析了三个增长因素 军事工业的巨额支出 合同兵的工资 以及对死者的家属的赔偿 他们指出 俄罗斯士兵的死亡给家属带来的经济利益 比士兵活着的时候更多 高达1100万卢布 在乌克兰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 两年半后 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寻求 吸引新的炮灰上前线作战 俄罗斯联邦和地区当局展开了一场入伍竞赛 承诺在街头大学内社交网络后 电视上播出的宣传活动的帮助下 提供令人难以置信的销售 有吸引力的社会福利和巨额奖金 你加入吧 成为英雄保卫库尔斯克的土地 最近的另一项参议呼吁 65岁以下的男性加入巴尔斯 库尔斯克志愿者分队 已将这个俄罗斯边境地区 从乌克兰军队中收回来 你看看这个帝宝朗人指着这个 现在在招募这些士兵啊 然后对他们进行训练 由他们来夺回库尔斯克 为了吸引更多的炮灰 普京7月份决定将合同兵的月薪翻倍 从19万5000卢布增加到40万卢布 这一数额由各地区承担 他是平均工资的十倍 哇 也就是你去前线打仗 你是俄罗斯平均工资的十倍 但是这个钱是由俄罗斯地区的政府承担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王俄 跑到俄罗斯去当顾问军 死了之后 他的工资 抚习金都得不到兑现的原因 谁给他付啊 这俄罗斯人死的是当地政府 普京还额外提供 120万卢布的一次性奖金 这些收入是免税的 并且为新兵 及其家人带来的特权 包括利率优惠的财产贷款 无输入学考试即可进入该国 这幅盛名的大学 也就是他的子女啊 以后上大学 上好大学 由此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经济模式 根据这种模式 死去的俄罗斯人 比活着的俄罗斯人 给家人带来更多食物 你说这叫什么事 这个迪伯老人啊 还亲自监督局势严峻地区的社会保障问题 你比如说这个布莱安斯克 库尔斯克 比尔格莱德地区 社会保障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 佩斯科夫表示啊 说在情况严峻的地区 总统亲自督促 与社会保障有关的所有问题 说明迪伯老人还是害怕 俄罗斯发生民变的 因为这个俄罗斯的大众媒体 还自媒体 都纷纷在传言啊 说这个美国人呢 恐怕要同意乌克兰人 使用美国的武器 打击俄罗斯领土 但是不要紧 这乌克兰人呢 用风暴应 还有陆军战术导弹 会打击莫斯科和普京的庄园 然后他们说啊 打击目标 一、普京在索契的住所 二、新罗西斯克的舰队 和塞瓦斯托布尔的防空系统 国防和军工厂 俄罗斯联邦南部 到莫斯科的军区总部 总之啊 跟老百姓没关系 打击的都是迪宝老人的目标 这个路透社独家消息啊 说因避免遭制裁 大国的银行加强 对俄贸易支付结算的监管 路透社莫斯科8月30日点 直接了解问题的俄罗斯讯息人士 告诉路透社 一些俄罗斯公司 在于大国贸易伙伴的付款方面 面临越来越多的延误和成本上升 使价值数百亿元币的交易陷入困境 报道说啊 几个月来 俄罗斯公司和官员一直指出 在西方威胁要对俄罗斯打交道 进行二级制裁后 大国的银行加强了防范 导致交易延迟 你看啊 不光是土耳其啊 大国啊 这些国家纷纷啊 为了避免制裁 已经不再对俄罗斯贸易进行支付结算 不能因为俄罗斯这棵树 而放弃整片森林 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 向吉尔吉斯斯坦总统 巴罗夫表示祝贺 并指出该国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 取得的成功 克里姆林宫网站上发布了相应的电报 消息称 增进的萨德尔 支持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国庆节 独立日之际 请接受我的衷心祝贺 贵国在社会经济发展 和加强国内政治稳定方面 取得了巨大成功 并在解决地区和国际议程上 紧迫问题方面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那当然了 对吧 因为这个俄罗斯啊 现在忙着跟乌克兰打仗 无暇顾及吉尔吉斯斯坦 所以这个吉尔吉斯斯坦国内啊 就相对稳定 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啊 帝宝老人现在是逮着机会啊 就赢国这些小兄弟打电话 对吧 给那个朝鲜打电话 拍电报 什么意思呢 主要是让司令官 对吧 你得重视6月份 咱们签的这个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那个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 那意思就是点拨啊 司令官该派人 该支持 你看 今天给吉尔吉斯斯坦打电话 发电报 少不了啊 又这一套 普京还特别提到 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盟友关系 贺电中写道 俄籍关系建立在战略伙伴关系和联盟关系原则的基础上 你看 俄籍两国在欧亚经济联盟 集安组织 独联体 上合组织和其他多边组织 框架内进行有效协作 俄罗斯总统还希望加强互利的俄籍关系 这就是在跟吉尔吉斯斯坦套近乎啊 对吧 兄弟啊 我现在很难拉兄弟一把 对吧 帮我骂一骂那个 谴责一下乌克兰 你说蒂波老人闲的话 挨个国家打电话 前几天是给卢卡申哥祝贺 卢卡申哥70岁生日 你说这叫什么事 一哥总统啊 变成一个细狗 舔狗 周边的小兄弟国家一顿舔 哪里还有半点大地的风发 我想当年一个电话 这些小兄弟都云集莫斯科吃起 现在你看看老有人问啊 说这个蒂波老人什么时候结束 这个今天啊 我看到了官方的一个说法 说普京称无意担终身俄罗斯总统 最晚2024年卸任 国际在线撞稿 说据澳大利亚新闻网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接受俄美塔斯社采访时称 自己不会成为终身总统 将按照宪法规定 在不晚于2024年卸任 普京还称超过宪法任期继续留任 可能损害国家 他不会那样做 普京承认并非所有俄罗斯人都支持他 但只要针对他的批评有建设性 并且不违反法律 他认为都是好的 但俄罗斯政府将严厉镇压任何试图削弱国家的人 他称他们为细菌 普京说啊 这些细菌始终寄生在你体内 但是当你的身体器官足够强大时 你总是可以通过免疫系统阻止流感入侵 你看看 普京自己说了啊 最晚到2024年卸任 这个现在2024年还剩三个月 满打满算四个月 也就是普京 他的执政的最后期限就是还有四个月 现在进入倒计时啊 但是这篇报道啊 是2014年11月24号发表的 也就是迪宝老人在十年前说的 很有可能啊 叫一语成称 迪宝老人十年前就预言了自己的2024年结束 而且他说了 继续流任呢 可能会损害国家 他不会那样 也说明他自己知道 对吧 再这么流任下去 这俄罗斯到时候会稀碎啊 对吧 现在要还给俄罗斯 30个俄罗斯啊 这小黄也受不了 一下这个俄跌泛滥 跌通货膨胀 你说咋着 还是那句话呀 对迪宝老人来说啊 早投降早受益 好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一个人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